其实相信是有很多选手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那这也是我们上一周的一个周最佳阵容 是 这个 亲共 在上台以后也是给Fan Plus一些新的气象 重新把Fan Plus的这个状态打了回来 而小龙宝的话 昨天的一战以后也不用多说 变成大龙宝了 对这两次吧 这两天打下来其实小龙也不再丢了 而且也能对野区的掌控力再度提升 而小东北的话 相信最近也是越来越来的人会喜欢他 而下路组合的话 则是由W的旧梦跟RNG小命同时拿下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各位的一个数据表现也是相当的一个优秀的 是 而且这个旧梦来说的话 在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是越打越稳健 从最开始对线情况不是很理想 到现在为止 其实对线也不太会吃亏 而且拿到了这个上一周的分军伤害第一名 也可以看得出W在下路的这个注入 和他对他们的培养其实非常到位 已经出现一个效果了 那包括说小明其实你看他的一个医学参与率 其实充分说明了小明这边辅助 一旦状态提升之后 对于RNG这个队伍的一个帮助 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金贡这名选手的话 其实在回来之后确实给了小凤凰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今天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也是有一场硬仗要去打 就看今天金贡能不能继续再把这样的一个活力注入给小凤凰 而上一周的周MVP的话 则是给到了我们的 最近大家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东北 是的 从他的英雄池这个能支援的加里奥 打队线优势的这个辛德拉 包括说中期滚雪球的左翼 三种不同风格的英雄全能驾驭 你就可以看到出来小东北现在不管在英雄池 还是在队伍的这个节奏的帮助和推进上有多大的作用 是的 就一个全面的选手嘛 什么的英雄都能玩 而且你可以看他单场的一个MVP数的话 也是来到了三个 应该是上一周拿了最多的一名选手了 而场军一个伤害包括分军伤害的话 这边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 以及他15分钟跟参与几刹律师来到了目前联赛 上一周的第二名 其实这就是刚刚君主说到的 无论是打线还说支援 小东北这边拿捏的都是稳稳的 是的 那我们简单的回顾完上周的一些形式之后 还是要拉回到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局面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想要知道都是什么 目前的积分形式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这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在LPL的阶段来说 前五名包括京东IT 涛博 威武 加上苏宁的五支队伍 已经是分别确定了自己自由赛的席位 而WE跟老干爹现在看起来 这个局面上还缺一胜 对 而FUNPLUS在今天对阵到DMO的这场比赛里 会直接决定的VG跟EDG的命运 只要FUNPLUS赢下DMO的这场比赛的话 那对于EDG和VG来说 都不再具备任何出现的可能性 这个可以等会慢慢再说嘛 那这边的话也是给大家再看一下 简单直接的一个目前的GEO赛的一个晋级情况 确认晋级的是刚刚君主已经说到个五名队伍 而其他不晋级可能的话 则是现在BO加 WOMG Listar LNG跟DMO 但是今天DMO他是有机会去扮演这个水柜的 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 只要今天FUNPLUS拿下这场对战DMO的一个胜利 无论是2比0还是2比1 因为如果是2比1的话 其实FUNPLUS他的那个 就是他和老干爹的最差情况 都会跟VG的一个最大 就最优情况 达成一个并列的一个关系 所以对于VG而言 是非常难以去做一个提升的 而且在GEO赛的名额上来看的话 现在真的是非常激烈 因为在往年的话 八胜甚至有机会看看小分 而9胜基本上是稳妥的情况下 在今天看10胜才能保稳 而9胜的话还是要再看看的 是的 而且刚刚也是跟进一个信息 因为我们刚刚我们前面算的时候 算的是2比1拿下 但今天刚刚还是跟正 还是要2比0 就2比0拿下来的话 才是能够封杀掉 就绝杀掉VG跟ADG的一个希望 这边还是跟大家跟正一下 抱歉 出现了一点点的口误 那以上的话 就是目前季后在这个整体情况 那今天这个赛神的话 也是及时给大家展现出来了 我们第一场的话 将会在等会儿 马上进行那个Fanplus的DMO 对 而接下来的话 BLG将会对阵到老干爹 而这两场比赛 我觉得对于Fanplus来说 最近的状态回暖 对于DMO压力会比较的大 但是好在其实DMO 已经没有太多机会在压力的时候 可以去磨合一下自己的打法 而BLG对阵老干爹 你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BLG的状况 在拿到他们自己 愿望的阵容的时候 其实发挥的效果并不差 对 而老干爹的话 在面对到上一场2比0危机以后 你确实可以看到 五个老将凑在一起以后的 这个经验和临场的判断 是 最终办了 因为在Fanplus第二手 是动掉了爱希 所以反手DMO是直接把蛇女 按在这个 女警按进 对的 是的 那Fanplus在开出来当中 确实狗熊是一个 蓝色方值得一抢的 主要是这个点 你现在又有摇摆位在 对吧 能够再把这个BP藏一藏 而且狗熊这个打 就英雄如果去打野的话 我们也说过 他下线很高 是 而后续的话 DMO直接拿了色提 而ADC的话 还是慢慢在犹豫 但是如果选色提 加卡丽斯塔的话 其实Fanplus的下路的选择 甚至还有维鲁斯 这种英雄 包括塞纳都在玩 是 你知道如果Fanplus这边 直接冲用前排 再打一个塞纳的话 其实卡丽斯塔打起来 会比较吃力 是 还是选择了色提 主要是选塞纳 最大的问题是 看到色提 你再选塞纳就比较偷 主要是趴来摇来下路 对吧 对 色提其实打卡丽斯塔 这个 打塞纳 打这种没有位移的ADC 塞纳打卡丽斯塔 其实还行 但是塞纳面对色提 就很难受 对的 其实就和韩币一样的 差不多 就看能不能 闪现过来拉 你给你换技能 还是有在考虑 这个 阿菲流斯 削弱 这个版本 15版本削弱比较大的 阿菲流斯 但最终 还是要考虑塞纳了 其实要搭塞纳的话 可能要给塞纳搭一个 像巴德这类的辅助 会不好一些 就搭多前排 对吧 你拿个泰坦的话 其实就是要考虑一下 如果色提 就像我们说的那样 他拿技能来 跟你换血换技能的情况下 你能不能把 这些散热低身 血量给绑上 对 或者你能不能 反手开到对面ADC 是 但是如果泰坦选了的话 这场其实林伟强 更多的是承担着 在下路的抗压位置 因为这泰坦 大概率还是会在 去帮助自己的 中上半区的对抗中 取得效果的 去做一个 严附联斗 做一个游走 反身的话 莉莉亚 我觉得莉莉亚 其实上一场 小鹏拿出来之后 发挥的非常亮眼 其实是可以值得一试的 而且左边这个阵容 你现在乍一看 其实因为赛纳 锁定了之后 其实你大概就知道 左边会出动 多前排 往前冲的那种阵容 其实这个是比较 适合莉莉亚发挥的 色提反手一摇 就把辅助位摇掉以后 把女坛选出来 那这样的话 DM确定了双人鹿以后 单摇一个色提 而对方普拉斯来说 打野跟双人鹿摇出来以后 这个色提 有可能是看起来 去打野位置的 主要是我看了一下 推浪目前也没有 承认过特提的一个情况 这个大概率 可能就打野吧 以目前的这样的 角色来看的话 而进入到第二轮BPR DMO就继续开始 对着多因币扮 因为已经前两手 继续扮掉中单的情况下 方普拉斯在前三手 并没有拿出任何的中单 而方普拉斯这边 先把奥文扮掉 就是方普拉斯这个上单 其实有可能说猴子的 现在再看下来的话 是 而且你又扮了个奥文 主要是自己可能拿不到的 对先手做一个 办掉的一个处理 而DMO后续的话 其实现在以 硬币哥的英雄词来讲 可能蓝薄啊 这些英雄是要考虑一下的 是 其实DMO最后一手 也可以把这个鳄鱼扮掉 还是选择发条 发条确实是在 硬币哥前两天的比赛中 用过一场 表现得非常好 是 那最后一手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 方普拉斯自己 只能要扮鳄鱼 确实 因为DMO可以先选 对 而且鳄鱼的话 其实也是 车里子目前用的 比较多的一个英雄 但是供子哥 还有一手船长 可以来应对 而且这个阵容 看起来方普拉斯 是要往自己的上半区 去补一点输出位置的 到现在就看起来 猴子 自己扮猴子 确的 现在这个色体 因为是上野 都有可能选 对吧 中单要选的话 DMO就要补一个中单AP 打野AP 那可能就要补莉莉亚 就如果色体是来走中的话 他这个打野 有可能就是 打莉莉亚的这一套 对 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个 打野还比较火死哥 打野死哥 但现在暂时没有谁来用 是 先把鳄鱼选掉 那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上单我觉得选个 船长呀 没什么问题 嗯 跟你打发 又打分带 打团 其实除了前击 可能会稍微吃点压力 或者铁难 铁难也行 嗯 亮了一手 瑞兹 芒亮其实不是很好 是 瑞兹在这个版本的强度 还不是很高 船长 然后看一下 追逼现在要选什么 还是要瑞兹 想拿瑞兹 觉得 其实这个就有点 欺负推了的英雄词了 因为推了的英雄词 你可以看下来 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 前期打线不是很强的 那种英雄选择 这样的话 你可以拿瑞兹在前期 反而来打一个 比较不退个对线发育 最后反手一摇 选一个瞎子出来以后 让金贡去打上 这个狗熊的上单 主要是瑞兹 面对到推辣的时候 最好的一点是 我不怕你选蛇女 对 对 这是 这就是欺负你的英雄词啊 就我大概知道 你也会拿出那种 因为现在其实推辣 他玩的最多是什么 时光 就撒谎 包括说蛇女这一类 发育英雄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不是妖姬 不是左翼这一类的话 其实给不了 瑞兹在前期 太多一个推线的压力 最终还是选出了蛇女以后 两边的阵容锁定 色提最终是摇到了 打野位置上 整个DM的阵容 还是比较偏前期的 主动节奏的 而对于FUN PLUS来说的话 两个女神类的双飞 对 所以说还是比较拖节奏的 而FUN PLUS这场 可能更多的前期节奏 在上面去金贡配合 让小天的这个瞎子 看看能不能打出 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是 而且其实刚有点 没有去提醒 其实就是说瑞兹加瞎子 是个非常强烈的中野组合 因为他们其实给到神女的 刚第二点是蛮大的 所以这计划已经早早的 就带起来 是 好的 两边的阵容已经锁定了 可以等会期待一下 双方会展现出 怎样的一个对抗 其实这场比赛的话 我觉得拿下来 这个面板看下来的话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一样 FUN PLUS双C选择出来 以他的出装方式 因为现在多流行走的是 一个女神类的一个出装 整体的话 其实发育节奏会往后拖 而对于DMO而言 就是看怎样能把自己的 前期节奏可能打得更快一些 是 而且卡丽斯塔的阵容拿出来以后 其实心里都明白 对吧 特别是打这种 双女神类的双C的时候 一定要把前期的强度和节奏 都拉起来 得提速呀 是 而且 就是说这个提速 不在于说你对线能打 直到说推他 最关键就是那个小龙 对吧 你得把小龙 捞捞的空在手里面 这样的话 才能够有利于去逼迫对方 在中期的时候 一直来跟你打团 对 而且这一场 其实往中后去去走的话 这手瑞兹甚至能去走单单 是 而且方拉斯这个阵容 面临的是 如果在前期 劣势太大 中期没有输出的 这么一个尴尬境地 是 所以说还是要看一下吧 如果方拉斯能在前期 扛住对方的压力以后 来到这个双女神类 都成型的 20分钟左右的阶段的时候 其实已经具备 接团的能力 但对他们而言 还是越晚打架越好 因为这两个CV发展起来的话 对比对方而言 还是要更好一些 就后续能力会更强嘛 来吧 看一下两边的第一场对局 嗯 但其实这场 我觉得拿出来 方拉斯一个阵容在前期 还是会遭受蛮大的一个压力的 因为之前 其实小鹏这名选手的状态 非常非常好 而且你让他拿出这种色体 这种能带节奏 而且自己的队前 有比较舒服的一种状况的话 其实这场颠崩 是很有可能在前期 就打开一定的局面的 对 一般 弱队去打比自己强的队伍的时候 最好的 赢比赛的模式 就是线上赢嘛 对 如果线上赢 我拿强势的对线组合 对吧 对 而且确实DMO这场 三线来看到 除了下路 可能在前期 第一波回家之前 对线不太舒服以外 其实基本上 对线来说的话 三线都算是一个 比较优势的一个对线 是 就他能 就是等会DMO 他最能 就是说 对比方拉斯的人 他们最领先的一个阶段 就还是方拉斯 两个C位 都套女神类的那一段阶段 对 那个时候方拉斯不想跟你打架了 是 双方打野都是 上半区往下开 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 其实也摆明了 双方上单是放着发育的 往下刷 两边都是往下刷的话 其实这 进一步其实影响了的是下半区 因为 其实你知道 赛纳加上 瞎子加泰坦 其实前期想动DMO的 下半区三人组 是动不起来的 所以 其实往下刷的话 DMO是乐于在下半区 跟你打架的 主要是下落自己 这些卡里斯塔前击打架能力 肯定是要比赛纳来得更强一些 而且日女的话 又有一些先手的控制 是 本场比赛的话 也是给大家分析一下 季后赛的一个形式 如果方法战胜DMO的话 一滴机将会失去 晋级季后赛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是方法二比零 击败对手的话 那危机也将会同时 失去晋级季后赛的一个可能性 是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 牵动着四支队伍的信 甚至五支吧 RNG其实也挺关心 方法现在的一个积分问题的 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 对 看一下优裕这边 是做了一波游走 但是这波其实瑞兹 应该是被推现以后 也不太会往上去 这个点的话 感觉优裕应该是过来补视野 然后防小天过来干 可能 因为你蛇女前期推线 也提到过 杜云兵手里有个W在 你是很害怕 被对方那个中野 来做一个包夹的 主要是下路推线了 也没事做 对吧 得到处走一走 色体这个反手 再往上路刷 现在狗熊这个推线 推的还是蛮深的 但是在三角草中 已经差一样了 是 色体如果过去的话 会不会看的 主要是他现在要打核刀蟹 有可能会直接从这个核道走 直接绕上去 是 看一下这波 其实公子哥这位置还蛮危险的 但是这个一打 基本算是名牌了 对 就知道你在这边 那看一下 方法这边做了一个应对吧 因为颠崩下路组合 是推完线之后 直接来空下半区的一个核线了 而色体直接再往上靠 但已经是双核 等会儿 有惩戒 直接惩到了 而且这边拿到的话 其实这样反而是 以外离小鹏最亏 两个折到鞋都没了 就虽然是自己队伍拿到一个 但自己没拿到 是 这核道线低 看一下上路这波打出强攻 差一点单杀 我还好是两段一拉开了 不然公子哥如果跟伞 是可能杀掉这个人头的 色体来保一下 这波公子哥开翼的话 还要打断一下车离子的回程 那这波兵线应该还是能吃到的 是 毕竟自己打野也没来嘛 是 这上路的对线真是 打得挺漂亮的 就是有的人能拿狗熊去压鳄鱼 有的人拿鳄鱼压狗熊 确实有点看操作 这两个的对线其实到现在 一直没有一个太有的定调嘛 比较血腥 主要是 这两个英雄其实拼起来很难拉得开 这一波 刘青松这波来的挺阴的 看下能不能抓到人啊 第一时间推了看到 杜云币的这个走位 有点警惕 是 就突然一直放线打 怎么突然往前走 是 推了 这跟蛇女也是很谨慎 主要是 刘青松这波太出其不意的点 是自己家的AD已经回城了 所以说会导致对面有一个误判 小天在这边想钓一下鱼 优异被开到了 塞纳也过来 这波优异有一些危险 手里有闪现 而且鱼阵也触发过了 只能叫出自己的闪现 以后拉开位置 是 但优异这波操作还是蛮细节的 那个小左卫把无尽丝手给扭掉了 那小天这个位置 优异指 哎呦没指到 那这边知道你操双组的回城一个时间 反而是给了小天一波动龙的节奏 是 主要是知道你优异的状态不是很好了 但是可以看到 在上级视角上 优异已经是靠着雪平 把自己的状态抬到了一个比较健康的境地 想打这波 直接闪现过来 拉两个零尾强进化解开 但是小鹏直接是骑着脸就开始输出 只能交出自己的闪现以后 援护队友再上 两个TP直接下来 这一波是一波5V5的团战 是的 双方上弹队还没有大招 说实话 这一波1V1的交换上来说 应该是一个辅助的人头 交换了一个打野的人头 对 但是鳄鱼这边拿的是一选 对 但我想说的是 其实对于方普拉斯这种双女神类的一个阵容来说 前期做一波这种小对抗 交换的人头是均等的情况下 其实更亏的是DMO 因为DMO不接受在前期这种程度的交换 其实这波团打起来之前 我是个人觉得说方普拉斯可能要输团了 因为确实阵容上在这段时间太弱了 战斗力不强 而且低线站位也不是很好 对 但是靠着操作打回来的这波团战 对于DMO来说 其实损失比较大的一点 就是他失去了快速控小龙的第一波节奏 对的 来到上路 公子哥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小鹏海克斯不闪现 直接引导上来 公子哥只能反方向逃走 想等一下 想等一下DMO过来 这边带的是一个小天 直接把车地直接闪现给吓出来了 反正小鹏只能给这个蓄约红天想换 但公子哥拉开距离是没有让他换掉 是的 这波好帅 只能说 依靠着瑞兹第一个大招 竟然打出了一个小卡牌的效果 对 而且还带了个队友过来 对 这卡牌他大还能买票 一起上车 是 这波也是供子哥比较冷静 你可以看他第一时间反方向逃走的话 是就想更多的拖时间 是 拖到这些队友过来 而这样一来二去 其实这几波小天的节奏起来 虾在前期拿人头还是比较有作用 主要是虾在前期拿人头的话 输出高 是可以帮 尤其是跟硬币哥一起做游走的时候 他可以帮瑞兹补那点欠缺的伤害 是 而硬币哥这边的话 因为自己这几波的游走 其实等级和这个经验上都掉了一些 是 主要是还是 一波小龙和一波小 去小龙的那波支援 其实他损失的是一波兵线 而且那波兵线是卡在对方塔前了 然后另外一波就是来上路的这波 让他损失了小半波的经验以后 导致现在他现在是被压了十几刀 而且肚层的话 这边上推来打掉了一层 是 但确实蛇女 我想看上路就能打一套强攻出来 而且车离子这个异技能并没有拉出狗熊异技能的范围 追着砍 那上路这个对线的话 其实这个供子哥前期的这个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在上路是掌握到不错一个主动权 而下路看普道来讲的话 其实卡里斯塔这边也没有太给到说 塞纳多大一个压力 主要是自己的打野一直在上半区活动 所以你其实卡里斯塔下路也不敢太去压线 选择再次来控龙方普拉斯 虽然拿到一个前期比较劣势的阵容 但是打得非常主动 看一下DMO这边有没有意识到 蛇女已经是在赶过来 看起来是意识到了 已经在地图上拼了起来 但是乃夫带齐了呀 看一下龙应该是能被稳稳的收下 小天手里还有惩戒的 应该是没有稳稳成 而且在侧翼的话 开到了双人路 暗影辽远直接甩过去 由徐斌的血量直接下到残血 再打一套 DMO又在下半区吃了个梦魁 这波虽然没有人头一个阵亡 但是你上方普拉斯来前期 偷了这条小龙 这个龙一旦拿到的话 其实对DMO而言 就是接下来你的节奏不好滚 这是我们前面说到 对DMO这个阵容拿下来 你前期节奏得打快 打快其实不是要杀人 最重要的还是小龙的一个积累 这样的话你才能到18到25分钟那段时间 逼着方普拉斯一直来跟你打架 其实在DMO的视角里 这场游戏 他怕的是前期 方普拉斯前两条流不跟他接 导致他打不起来以后 只滚了龙的血球 但是没滚起经济的血球 中期还是打不过的 但没有想到方普拉斯 比他想的还要更狠 直接选择跟你打 导致DMO在两波小龙团上 都吃了一波梦魁后 龙的节奏断 而且两波 其实在小龙区的交战上来说 DMO都是反而更吃亏的那一方 还打断一波回程 经验非常的老道 有眼看见 只能说那个眼的经验老道 那别是人放的 刘七松这边已经开始游走了 虽然没有到六级 但过来的话 是要帮助自己的上中野 做一下野区事业的一个布置 而且他这边其实更多是要盯防 对方不要来动这个霞五先锋 小龙这边也是 嗅到了不对劲的一个味道 赶紧把自己的中府叫过来 兄弟赶紧看一看 这个霞五先锋如果再丢的话 DMO前就太过了 但是上中已经打起来了 这个血狼看上去的话 车里只要更转一些 而且手里有时候有大招 但供之哥这边直接选择闪现 大招上去跟你做一个换血 车里只看到对方打也已经过来了 往后拉 但是在回浪里面 被小天给击杀掉 但是对方的中野家辅助 已经是包了过来 腹地扑上去以后 狗熊这边被腹地捆住 走不太动 下来这边借住了一个蛇女的位置 以后拉到了塔下 但是大招配合Q的伤害 差一点秒掉了小天 后续小天这波灵性的一波操作 是帮助自己逃出生天 而这波DMO极限的一波 换血以后 是选择直接开掉狭狗先锋 这边毕竟 把对方的上单给击杀掉了 DMO这波动起来的话 应该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又一个人卡在侧椅 是不想让方帕斯过来 做一个盯防 应该是要放 没办法 该吃阵容上的亏 还是要吃的 对 但这一波小天打得还是 很清晰的就思路 对 主要他逃跑的思路很清晰 对 他把Q挂在推了身上 然后把踢走 然后做了一波位移 再摸自己的队友走 是 这边排演的过程中 抓到了对方的一个上路 但是两边现在都不确定 对方的人员的视野 那现在上路 已经没有地图资源之后的话 只能说暂时发育一波吧 对于大家而言 还是要往下班去来换 尤其是DMO 一定是得要把凯赛 这次先往下来摆 因为这个下路 他是有一个推线主动拳的 对 或者现在就是色体 赶紧把侠五千锋放起来 然后直接强拆上路塔 帮自己的卡里塞 加快一个退塔的节奏 但最终看起来 应该还是要把线再换回来 因为小龙还有两分钟再刷 在下半区拆塔 一定是要比 在上半区拆塔来的转一些 毕竟也是个下路版本 是 而且你看 但是DWB这边的一个发育 范盒已经掏出来了 如果这样一直不给方布拉斯 打架 或者说你不去针对这个瑞兹的话 对 等会发育起来 DMO这边可能是有点承受不住的 就是现在这几段 最简单的公式 就是方布拉斯不仅在打钱 还在培养 他们的这个女神类的装备 但是DMO现在只是在打钱 所以说这段时间内 DMO还是尽可量的 要滚搭自己的优势 而这个侠五千锋 一定是DMO现在下一步的节奏点 或者说下路 其实下一步还有一种打法 就是说你 大家都在往小龙靠的时候 你把侠五千锋放中路 所以你把方布拉斯调过去 然后让自己能够有个优先 在河道区占助的一个机会 主要DMO现在阵容 确实打起来的话 还是要比方布拉斯厉害一些的 没办法 你两个女神装 然后又是一个饭盒 对吧 整体都是个偏发爱的装备 但现在局势对方布拉斯而言 已经非常不错了 比起地条小龙在手里 而且这波DMO的幻性思路的点 在于他放到上路的双刃路 其实是可以一直有推线权的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更多的可以再往下半去靠的时候 先行拿到小龙坑的视野 就是我先推你的线 然后先走 对 而来到中路 杜云币应该是意识到了 反身直接开在了中路 精灵球直接拉出来 杜云币先行交闪 一点机会都不给 但是中路的卡还剩三了 是的 还有三个渡层 看一下一头撞下去以后 反身方布拉斯的人员 已经是支援过来一发天音波 没有命中 而且赛纳也不在正面战场上 那其实这波DMO是利用了 峡谷先锋 逼迫了一下中路的塔的血线 而且这个血线给到 看一下侧翼 双方打也碰在一起 小鹏往前跑足得很快 但是没有选择往后抱 那这个小天直接踢了上去 反身的话 实力是铺了一个腹地 那这一波的话 双方是要拉开 就这一波撞中路防御塔 它这个血量的问题是在于说 等会方布拉斯的 对硬币它会游走不起来 因为你的血 塔的血量过于残缺的一个情况下 你一旦游走的话 你中路塔可能会掉 是 而一旦中路塔还会掉 对 你的人口视野的优势 小龙区的一些防守会压力更大 但是小龙的这波团战 方布拉斯的上野 已经是提前控好了 河道区的视野 这波其实理性一点 方布拉斯是可以让的 但是看起来 方布拉斯在前两波龙团的一个 接连获得优势的前提下 看起来是要接 就感觉是试一试你知道吗 所以自己也不敢太果断打 你看这种赛纳的位置是被卡住了的 所以只能说拉扯一下 看DMO这边的一个决心吧 那这一波其实对DMO肯定是想要接的 放不得的 小龙已经调整位置往前走了 就是供子哥的位置还不错 而刘青松也是在后面做一个包夹勾 是勾空了 但双方这边打在一起 是先手的对方的一个后排 这一波实际给这个大招 定到了是一个金工 那金工被对方抱回来砸在原地 反而是金工第一线先到 小龙进他打的效果还不错 那这一波对应比的血量也是比较残 刘青松只能是被卖在的原地 是这一波小龙也丢了 而且丢失了两人大将的情况 方plus终于是在小龙区吃到了亏 是啊 其实这一波就是属于那种 我碰一碰 然后对方来我就走的那种 对就是理性一点 其实放了是对方plus非常好的选择 对 因为确实这段时间DMO的阵容更为强势 半波打完了以后 只能说DMO在前期的这个节奏终于起势了 而且中路塔一破以后 瞬间经济就拉开了一千多 是 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 就那波小龙你放的话 你人如果不死那么多 对吧 你中路这个塔一是不会掉 二是对方拿不来这个人头的一个经济 是 这波反而是加速了DMO在前期丢掉的一些节奏 是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DMO最怕的 就是方plus前期不跟他打 对 对 但是方plus现在就是接的团都比较的莽撞 并没有很严谨的情况 主要还是源于这个前期的两条龙的战篇 让他们觉得还是可以试一试 但确实对方这个阵容一旦试一试 其实很难有逃脱的余地的点在于 腹地再加上卡里斯塔大招 再加色体这种进场 而且这波控了三个人以后 确实小鹏开的也是非常好 是 而且小鹏这边也是利用你最肉的那个人 往你的后排身上砸 这也是能让自己的输出最大化的 是 就方plus这个整体的阵容而言 其实是不够灵活的 你一旦说是让DMO这边 有一个相位猛冲的色体冲进来的话 你很难以逃过他的一些控制 你想抱着胖虎 胖虎往镜箱身上打 那是疼 是 少看甜万花 但是现在对方plus而言的话 整体来讲自己的阵容还是偏发育点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节奏慢慢打就好 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这把其实堆硬币是可以去打一个分带的 这不就来了 对 就是他通过这个分带 其实并不说一定要推到对方高地 能够给对方多大拼的压力 给自己正面拖延那个发育的时间 是 而且是最关键的 在中单线上来 先看一下这波波 感觉要上了 一开始直接开到精力球 直接拉了回来 那这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后预 但堆硬币在队突然的进场 又一选择上场 有秒表可以拖TP来自于鳄鱼 小鹏是直接爆回来 而闪现再交出来以后 刘青松这个位置勾强 再拉开拖了很久的时间 但还是顶不住 塞纳虽然奶了一口 还是在倒下了塔前 而在后续的战场上来说的话 只有三个残血的情况 DMO应该是选择不接了 而这波其实是一波四位五的团战 因为蛇女还在上路发育 方普拉斯是看准了蛇女在上路发育 而且没TP的情况下 正面选择直接来开 但这一波的问题在哪里 在于他们说没有太多的输出 你可以看到 其实刘青松是扛了蛮久的一个时间 在塞纳的那个买量下 突然的一波车 这波车看一下过来以后 是蹬回来两个人 塞纳阿姨寥远 什么都没有撞到 优异倒了 而徐斌直接选择卖掉队友以后 扶野双双陨落 方普拉斯这波非常灵性的一波车 是抓到了对方的扶野二人 这是回马车 就本来是以为这波进攻 就正面正面了一员大将之后 可能DMO觉得 我可以去野区看一眼 他们应该会走了 但没想到 英平哥这边带车 对吧 上车买票 又带过来一群队友 非常漂亮 这波开的 而这波也是打回来 在上一波龙团亏损的 那两个人头以后 经济再次进入到持平阶段 而进入到17分钟 其实不差塔 不差人头的方普拉斯 已经是在前期 拿到了不小的优势 已经是不错了 看一下这波开的 先是精灵球拉回来 而优宇借助着 自己有苗表的手段 是繁身在这个塔下 开启对方的两人 而小鹏再次把灰队带了 就了 而且有军中区反应很快 闪现勾强 逃整位置 然后赛娜买了一口 但自己的队友 是没有办法 把他给保下来 但后续这波角色 确实打得很聪明 第一时间那边 是有视野的 鳄鱼过去 把视野排掉 但小天直接往那边靠 已经盯放到 对方所有的位置 这个时候是知道 第二拨前三个人 所赶来支援的站位 抱歉 刚才赛娜是直接 暗影聊员 刮了两个人 就直接脸贴脸大招 但是反身 DMO是回身 控住了下午先锋 但说实话 这段时间 这些优势 对于DMO来说 不太够 对 尤其是其实你在 中上两个 外塔已经破掉的情况下 而方法是下路防御 他全 这边测试是看到 测试是有点危险 小天测试是有大招到 先走插了一个视野 但一直能往测一拱 小天直接莫言 选择直接跟 但是后续硬币哥 直接跟W浮温禁骨 是把这个人员给留了下来 是的 而且是带终结的人头 让DW吃了一波大的 而中路的话 下午先锋 想直接放在中路 撞二塔 DW选择回家 有TP的 这波撞一头以后 看一下方PLUS 能不能防守 对方的一波进攻 有点来不及 虾子已经绕后了 而且虾子手里 是捏着大招的 DW还有TP 狗熊手里也有TP 感觉DMO 这波在中路要糟重了呀 TP直接亮起来 双TP再次亮起 TP阵型 直接小鹏被留了下来 暗里遥远吃完 再叫闪现 看起来有点难走 后续的话 小鹏手里没有闪现 只能依靠着自己Q的技能 往后拉 但是反手 进攻是Q技能 直接留住 而后续的话 DW应该是闪现撞强 但是泰坛已经开到了 蛇女 4D开起来 但是这个位置 优宜是直接 踢了精灵球以后 配合着这个推拉的伤害 秒掉了小田 是的 那小田倒了之后的话 这是个大人头 给到了蛇女 因为刚刚其实就让你提 这个点 方PLUS的小田 因为是4-0的一个大人头 这个人头 是让推拉 收到手里的话 其实补了一口大发育 这拨后续的追击里面 其实 供子哥是打得很果断 但再往后续 继续打一个追击的话 感觉伤害低神 有点跟不上 是 而且失去了 小田的方PLUS 在这一波的小龙团上来说的 其实面对到DMO 也不是很好 是 而且在刚刚中路 就是双方在蓝buff区 打起来的那拨团战 可以看到 下午先锋在那个间隙 还撞了一头 方PLUS高地 其实这几个下午先锋放出来的效果 对DMO而言 就已经是完全的 非常好 对 非常优秀了 话还是说回来 现在只多一个塔 在经济上来说的 还是持平的情况下 DMO在拿到的优势方面 还是不太够 但现在对DMO而言 有一点好 就是说 它的那个小龙的积累力 它慢慢的 有一个小小的领先 小幅度的领先 但现在对于方PLUS 而言 好的点就在 多云币这边的发育 对 而且 这天使已经有了 而且自己的时光 也慢慢的叠起来 接下来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DMO该想 去怎么在这边开团 甚至说 你怎么去担待 处理这一个瑞兹 对 而且要明白的是 现在方PLUS 频繁地利用换线 让DMO在边线以后 给到这个DMO最大的压力 还是蛇女 进入到边线以后 他虽然因为一打瑞兹 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很怕被抓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瑞兹进入到边线 因为打野的帮助以后 会让这个推了 在单线上 边线上没有线权 他就只能往后缩 就你把边线推完 因为你推了 很可能会死的 或者说 对自己团队的视野 要求比较高吧 就如果你要蛇女 去做一个盯防的话 一定要在他的身边 布置好一些保护性的视野 供子哥这边是没有闪现 而且没有TP的 如果在下路 做一些分推的话 其实得注意一下 自己的位置 而装备方面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 瑞兹已经是 补完自己的 这个大天使以后 变成了制天使 而在那的话 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再慢慢地出了 想动下路 但是金工这边 又觉得也太敏锐了 对方中路一动 自己已经跑到了 自己一塔下 是 这个就是 老抗牙了 怎么说熟练的 让人心疼 这个画面 我可太熟悉了 公子哥一想 是 哦 塞纳这边的 也是成型了 摩切有了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方帕拉斯 已经出去一些战斗力了 小斑往下逛了一下 该发现 没什么太多机会啊 谁选择掉头就走 那英比哥 还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持续的分带给压力啊 是 而且进入到分带线上 其实蛇女 是真的不爱去边线 就蛇女 这个英雄 去边线就是不舒服 以前出海的时候 对吧 还跑快快一点 现在 溜达的没那么快了 来看一下方帕拉斯这边知道 你在下路的人比较多 谁开始乱龙啊 电波这边好像是不知道的 而且两个人乱龙 也和多云币这边 打龙的速度是非常怪的 电波应该是完全get不到的 因为方帕拉斯这边 只消失了服役 而且金贡汗在这里钓鱼 做右耳 反身开完了以后 选择往后撤小鹏 虽然赶过来 但是大龙已经要 应该要乱掉了吧 这个龙 这个时候才发现有点太晚了 是 多云币这一波的偷龙指挥 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我这边也是胆大心细 怎么说 就是这个时候龙刚出生不久 所以抓起来没有太大一个难度 而且自己上中的兵线 也处理得比较好 尤其是下路 供子哥这个诱饵做的 到位 到位 在小鹏在想 我要不要去其他地方的时候 他就出来跟你的恶姨 拼了一波 是 再把你的上野的两个人 完全吸引了过来 而且确实 不太好意识到 因为刚才对应地 是推了一波线以后 装回城了 是 然后再加上 小天其实 不出现在视野里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而赛纳 泰坦 加狗熊 都在外面的时候 你很难去想象一个中野 在20分钟 就把龙打 主要是你知道 你第一身看的地方 ADC是个赛纳 然后中单不是撒谎的情况下 你一般会觉得 对方这种打完 好像没想到那么快 但是瑞兹这个点 因为太久没处理了 所以没有出现过 所以感觉是 DMO有点 没有意想到 是 来上路 蛇女已经是靠着 非常厚的草丛 现在这也是 大龙buff的 后续的一个雪球效应 蛇女现在已经开始 在单线上 主要他是推不过了 但现在去对DMO人 最难受的是什么 本来是一个 打中期节奏的一个阵容 推拉这边 来看一下 直接是取军折越 一前一后 这个位置 小天是想躲一下大招 所以第一时间 没有选择回头 但是自身的雪量 直接被打得非常残 推拉这波靠着 自己的操作 是化解了一波危机 而且反身 把小天秒掉以后 这一勾太灵性了吧 这是要勾墙 还是要勾人啊 应该是第一时间 想勾墙走 但散见过来个人 触发了余震 然后把对方派晕 但是自己的闪现 也交出来 可是下路的话 再度给供子哥 做了一个拉打的空间 供子哥这边 带着大龙buff 直接要推 下路一个防御塔了 那这个节点 其实对DMO最难受的是 FUNPLUS拿着这个大龙 他最多的是 把经济给拉平 甚至做了一个反超 那对DMO这个打 前中期节奏的 一个阵容来讲 其实不大能接受的 是 而且现在宝 可能就要压到 推拉身上来 对于DMO来说 我以为宝要压在 小龙身上 现在看一下这一波吧 其实想法很丰满 但现实有点骨感 因为他第一时间 被腹地扑上了以后 他也没有办法摸眼 对 而他又要躲蛇女的石化以后 导致他只能背着身 所以导致这波 主要这个勾也太灵性 这应该是想勾墙 我跟你说 这已经是第二次 勾到一个色体了 蓝线管的色体 这是第二次了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想勾墙 肯定是想勾墙 是 看一下小龙已经刷新了 这个位置 直接是海克斯科技闪上来 但是小天已经是拉开 一个安全的位置 这边是要抢一波的 整个阵容在下半区集结 金贡来到了 整个阵容的后方 DM后面长了一只熊 龙应该是要放掉了 小天进场 这波小天有点上头 反身被控在了原地 而且小天倒了以后 刘青松反身开了四个 塞纳大招再刮五个人 而后续的话 这个血量 方法感觉可以反打 徐斌的话 是赶紧交出自己的精灵球 把自己的辅助做一个保护 尤其在车里做一个掩护 但是测其是有视野的 邦巴拉斯杜英币 直接闪眼上来 把这个人头给收了 而徐斌在测其想要滑的话 其实杜英币 是比较克制这个英雄的 但是正面推了 已经神话凝世 留住两个人 反而是 供子哥上前 是能把杜英币给换掉吗 没有换掉 是被色体给爆住了 但最后自己交出技能之后 还是强行把这个神女给换掉 而测其的话 测底子跟小鹏的话 跟供子哥做一个残斗 供子哥这边伤害有点高 感觉小鹏也受不了了 而且曲经哲学开起来后 徐斌在侧应 因为瑞兹的压力不敢输出 这波再杀以后 供子哥再次回血 徐斌只能交上 赶紧点爆炸果实 但是逃跑的位置是反向的 徐斌利用着自己的拉扯 想打一波输出的金贡 完全不给机会 金贡这波竟然打了四个 把正面的战场 完全给逆天改命了 这波金贡 战场 收割机 他猛的像个战神一样 就是本来前期的一些处理 可以看到 方帕斯没有给供子哥提供 太多的一些资源 以及帮助的 但是你会发现 这波团战把自己 吃草挤奶的这个特性 完全给打了出来 对方的打野还没复活 小天这边也赶紧来反一下 对方的一个红buff 再来看一下这波的一个回放 小天这个进场 略显得有点尴尬 因为龙已经没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进场比较尴尬 但是先是双路打得非常好 一波AOE拉满的情况下 也不太敢上了 而YUI站在眼上 再次找机会的时候 被DW找到了 就是闪现上来打一波 而且DW这个进场 也拉开了 对方阵容的一个位置 反身其实推拉打得不错 因为卡到了这个位置上以后 他开了腹地 反身输出了一个 非常多的伤害 是 我反身好像有点多 而且他这个烫 也是把一个三个烫死了 是 我反身有点多 没事反身哥了 但是在后续的一个 持续输出里面 供子哥这边是 拉板的一个状态 是 本来就是说DMO是想着 靠多数人数差 来打一个对于狗熊的击杀 但没有想到 反而这个 愿望是没有得逞的 进攻这个血越打越多 这波打完了以后 DMO现在阶段 已经是空掉三条龙的情况下 对于FUN PLUS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 风龙魂的压力的 而且风龙魂给的DMO 色体鳄鱼的加持 都还蛮高的 包括日女 对 其实右边这个战友拿到 其实蛇女 是蛮喜欢风龙魂的 因为他大多周 因为之前蛇女很喜欢带向尾猛冲 对吧 其实就是为了要有 要有敌速 对 那现在如果有风龙魂的话 他开启个大刀之后 会让他整体的一个机动性 有一个质的提升 但还是有一个点上提的 就是小天 我觉得刚刚 包括之前 暴露出来一些点 我觉得可能 经常得再考虑一下 是 说不要那么急 确实小天 这一波进场 显得又有一点 唐突 对 唐突了 唐突了 看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 梅赛德斯奔驰的赛场 这新的一个预测 就给到了 公子哥跟硬比哥 中路把线集合一段 DMO 现在这个阶段 只能选择强行开团 开到了林卫祥 林卫祥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下子赶紧提走 林卫祥选择向后拉开 又以这个位置 感觉退有点退不出来了 而后续呢 金工还在找一个 新的进场环境 好像不太好 因为DMO 但这一波 直接开车 打到了龙区 上一波就知道 方普拉打龙的速度 是不慢的 这波DMO是在眼上 看着急在心里 往大龙区来靠 小鹏闪现已经好了 所以是有惩戒的 但特意的话 是大龙钓鱼 把你逼过来打团 公子哥配合刘青东 直接把对方的前面 给处理掉 但反思那个蛇 你也是换掉 对方一个人都 但是后续的话 大家扭打在一起 看一下公子哥选 并不是很安全 杜英币在竭尽全力 的一个输出 但残血了 被对方给收掉了 而后续的一个 公子哥是没有办法 再次把这个剧场 给改变掉 小鹏这波开团 又非常的漂亮 抱着公子哥 就往后跳 砸出最多的一个输出 是 而且也是能够 让自己走到对方 后排的一个脸上 前面也提到过 方普拉这个阵容 其实不灵活 一旦色奇能够 利用你的前排 砸到你的后排 摸到的话 其实他后续一些 控制跟AOE伤害 会让方普拉这个阵容 要承担不了 是 看一下这波团战 这波 真打环 实则打龙 反身以后 打了一波输出 但是 哇 这色体开得实在太漂亮了 是的 而且过来 续红拳机 也是把一个AOE拉满的 虽然这一波 徐斌是没有闪现 但你可以看到 他在侧一座 一个滑步输出的时候 方普拉斯没有人去管他 上一场团战 那个伤害的话 全场打得最高的是 一个推浪 领先 硬碧哥这边 三十点输出 是 对了 这几波团战 用蛇女打出的输出 都非常的高 而且他的实话 凝视效果都还不错 刚才这波龙团 是第一时间 动住了蹲避 但是该说不说 这个硬碧哥装备出的 体现的是快 不像硬碧哥 是 是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帽子 确实拉了 位置很高的输出 看一下能不能之后 后续在团战上 找出不错的一个效果 是啊 这时候电幕又要逼团了呀 直接曲线 曲线哲约是拉了过来 这时候 康姆拉斯选择 打龙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这时候鳄鱼跟小鹏 直接往前探散 电关拉的是一个小天 那小天地震没有控制 小天这个成价还不错 把龙给成了下来 但正面的话 刘金松已经是把 控制给丢了出去 虽然小鹏就说 进场效果还不错 但是后排 这个输出啊 自己的神力已经倒了 徐平接受想要滑步 但林卫翔的血量还不错 接着公子哥再往脸上走 小鹏跟徐平都是被留了下来 反身林卫翔的 自己做一些输出跟拉扯 徐平直接滑到人脸上了 这一波反身再次被控住以后 徐平再被秒 DMO这波团战 被方plus直接拉扯 没了 而且小鹏这个位置 直接是一出来 看到两个人在等着他 虚虹拳拖一拖时间 一波团 打了一波零换 一换五 那又把前面丢失一些节奏 给打了回来 那下路没有人防守的话 公子哥太顶了 对 这公雄太顶了 而且这一波也是拼惩的一波嘛 小鹏在这边把龙撑下来之后的话 是能够让队友缓一口气 在没有人防守的一个情况下 公子哥这边应该是能够给 对方的下路防守 给他比较多选量的一个压制的 可以推 其实可以推 因为知道推防 复活时间的 而这波瑞斯有TP啊 方普拉斯已经开始 是着手去打 准备打大龙了 TP亮起来以后 这一波DMO蛇女 甚至还在下路处理兵线 感觉这个大龙方普拉斯有了 只有一个鳄鱼有TP 但是在大龙附近的话 没有太有这个TP视野 而且自己打也不来 其实你光提一个人 没有太大意义 那这波大龙DMO只能被逼无奈的放掉 是 因为想看等会回家 如果能补出一个火炮来的话 其实等会给到DMO的压力会更大 因为赛拿这些英雄就是越打越强 是 这么频繁的交战 32分钟 我感觉赛拿可能都要有100层 或者了吧 等会可以确认一下 主要是交战的实在太多了 76 夸张了夸张了 是 我的 唐突了 唐突了 我跟你说 如果是以前那个炮车毕掉的那个版本 还真有可能 是 但是大龙拿完了 现在对于DMO来说 又头疼的问题 这瑞兹的单代又没有办法处理了 而且这瑞兹不知不觉已经18级了 这等级提的有点快 对 而且这边装备的一个提升 包括说虾子以及 DMO这边已经是准备好苗表了 其实等会打起团战来的话 团战会有更多一些操作空间跟容错率 是 而现在蛇女的话 因为一个苗表用的比较早 其实会卡在手里蛮久的 鳄鱼的话 下一天是要出一个死亡之舞 这两个也不排 其实方普拉斯的身后应该是凉凉的 看一下要不要开扫描把它排了 因为现在鳄鱼是有TP的 如果绕后让鳄鱼来到方普拉斯阵容的后方的话 其实是蛮容易被翻掉的 主要还是这个赛纳 是不是没扫描啊 现在 先看一下实时数据的一个装备更新吧 这个时候给了扫描没有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方普拉斯的推进的过程中 并不是很激进 不敢 是 要怕 因为自己也知道背后可能有视野在的 还是这时候最保守的 还是让斯伊芬就慢慢给压力 而对于DMLan说到 这波团 推拉 看一下 因为有闪的推拉 其实输出能力是非常好的 看一下推拉能不能打出比较好的效果 他闪现差一点点 推拉的闪现 对 马上好了 应该是 其实现在对于他们而言 可能是等一个预备的闪现 但是这边直接开了 抱回来的是一个金贡 金贡大招 往次一调整位置 尼米哥应该是可以 引护着这些队往后走的 是的 这波就是大招换大招 但是一来二去的牵扯 中路的二塔是直接被牵扯没 现在DML是陷入了一个 比较大的劣势 5000块钱的 5000多的一个经济劣势 再加上这个阵容上来说的话 这段时间确实 FUN PLUS已经到了 自己阵容的最强势期 主要是DMB这发育速度太快了 对 而且其实三样这边装备 其实也不差的 他等会回家 只要再把火炮一补出来 其实等会DML想摸到他都很难 这边的话 金灵球出来是想抓人 这波是盯到了 贡子哥没有闪现 已经没有大招的一个情况 很想找一波机会 但是贡子哥这装备 卡丽丝塔白打好一阵 是 就算开到其实也很难杀死 但是因为中路的一波莽撞 上路塔又被FUN PLUS运营掉了 感觉更多是在节奏上 DML被FUN PLUS压制了很多 其实关键的点 还有是DML其实这个正面 他们其实是蛮靠正面团队要来打的 但现在这段时间 FUN PLUS拿到大龙之后 也一直不跟你打 对吧 就靠着瑞兹这个大招的一个机制 可以灵活的跑线 就来跟你做一个分带 而第七条 第六条的龙 还有30秒刷新 对于DML来说的话 这波团接也带结 不接也带结 如果要拼逞的话 其实对小朋友有难度 因为落后两级 是 就逞接上的伤害量 可能会欠缺一些 而且这个点的话 林卫翔已经有火炮了 他等会在团圈前 其实甚至可以偷点你几下 对 DML其实如果能掌握着 小龙坑的视野和地形 对FUN PLUS比较难受 因为蛇女打阵地战很强 但是如果DML要往里探的话 蛇女就很难受 蛇女一难受 DML这个阵容都难受 大家都难受 这就是腿短跟手短阵容的一个 对吧 问题所在 这时候FUN PLUS已经开始转龙了 这么转的好快 来不及了 DML刚过来看了一眼 后续的话 小鹏好像是想来开 但FUN PLUS也不太给机会 D神就直接拉扯开了 因为这种狭隘的地形来打的话 蛇女确实有一天改命的机会 比那个石化凝视 对吧 对 在叫腹地 主要还是腹地在这种狭窄地形里 给到FUN PLUS阵容的限制太大 是 去FUN PLUS的过来 这拨团的准备是蛮充分的 其实几个秒表准备出来 都是为了来接这拨团 是 现在FUN PLUS手握着三个秒表 其实准确的来说的话 下一拨团DMO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自己这边没有太多一个保民的装备 只有FUN PLUS这边都全的 但你如果真拼起来的话 还是左边在有描摆的情况下 他的可操作性更多 是 但DMO几次迎团的剧本 都是小鹏开得非常好 蛇女又快速融化掉了 小鹏暴走以后 剩下另一个最前排的那个英雄以后 反而是徐斌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对 就是你要让 就是卡里斯拉他不是那种说 老老实的打前排会效果很好的英雄 他一定是没有人管他 对 对没人管他 他的特意就是freestyle 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的毛 就是尽可能的去累积 是 才能够打一个战场的一个收割 是 那一般滑到人脸上是忘词了 是吧 看一下吧 瑞兹现在的单代阶段 DMO确实是没有太多处理的手段 主要是现在蛇女来都不一定打得过 这瑞兹装备太好了 他顶不住啊 嗯 这个时候也尽可能只能说让 鳄鱼去看吧 因为鳄鱼毕竟有TP的 是 也只能看一看 是 而也没有什么太多还手的空间 三件套 现在蛇女回到了正面 中路的塔已经开始在被点了 DMO是赶紧协同叫人来回访的 嗯 但下路啊 下路是没有防卫塔的 这时候兵线已经是往前涌了 这就可以看到 方普拉斯往前推进的一个 节奏的话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说想做一波推进 整体的一个总攻 还是给了DMO蛮多一个发育的一个时间 现在对于DMO 方普拉斯而言可能还是要等一下地图资源吧 因为大龙已经马上刷新了 这条大龙刷新之后将会是本场的第三条大龙 哇 真的没有想到的 二十二分钟就打了第一条 其实蛮早的 二十分钟让方普拉斯拿掉第一条了 是 那确实 为什么 我相信肯定现在有人会聊 方普拉斯这个队是不是节奏不行了呀 怎么二十分钟拿了一条龙 现在打的还这么僵持 其实没有这样聊吧 其实没有 因为他方普拉斯这个阵容 其实拿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后期的阵容 装女神类的纯后期阵容的情况下 确实 前期打不开局面也是正常 但其实前面打的还不错 主要是有两拨小龙团 接着有点勉强 是 那现在DMO是终于整理好了兵线以后 站出来 先把视野布控一下 而且我们刚才是说到 如果DMO这个阵容 先把视野布控好以后 等方普拉斯进来打的话 其实方普拉斯也很难受 我觉得DMO就是要有先手机会 而且DMO打龙也不慢 蛇女加卡丽斯达打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方普拉斯这边反应也比较快 徐斌在侧意识追着进攻来输出 泰坦一勾勾到了墙上 匣子已经到了龙坑的上方 林伟祥被U1开到以后 选择闪现拉开 这波暗影疗源是刮了三个人 反正狗熊这边被开到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而方普拉斯这边已经是包含着 自己的后排先输出掉了蛇女 正面的话再次倒下以后 指向卡丽斯塔也被定住 闪现拉开 鳄鱼顶着对方四个人想来换 但是DMO并完全不给机会起身 配合着林伟祥的一波奶量 直接是一波 这一波零换五的团队打完以后 一换五的团队打完以后 方普拉斯应该是宣告着这场游戏的结局了 是的 应该是要终结一下这场比赛了 DMO也知道自己再拖下去 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 所以想利用这波大龙来做一波反扑 但是没有想到方普拉斯过来之后处理的太好了 尤其是泰坦的那个技能 以及配合头熊的一个进场 是完全把AO1控制以及伤害给打足 再加上最后的话 其实小天那个进场是把蛇女给踢了回来 所以导致DMO打到中后期的话 其实最核心的输出点以及蛇女不在了 让这边站的方普拉斯来打了一个 碾压性的团队胜利吧 而且这场MAP应该都没有什么争议了 就贡子哥太猛了 主要是 主要是下落那几波改变了团队 是 他改变了团队 是 他改变了方普拉斯 而且我甚至觉得 主要是后面几波团队不打 如果一直那样打的话 其实贡子哥那个伤转会特别高 是 对吧 主要是就他前面前前前前 对我的一些帮助啊 包括干客来的也不多 但是那几波团队真的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伤害的一个把控吧 以及成商确实做得比较好的 是 其实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就是在开场我们聊到 金贡到底为团队带来了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上路 吃烤鸡奶吗 对 不吃资源能抗压 吃资源能塞 打团在 就劣势的情况下 在打野没有帮助上路的一局里边 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 没吃到打野的资源 对线可能稍微出现点劣势 但是他团阵依旧很顶 这才是金贡给方普拉斯 带来最多的一个可能性 你这个说的我感觉就 你这样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找不上 就感觉性价比这么高的话 那可能确实也是 方普拉斯在调整的人员 结构上 首发的调整上 明显能够感觉到 供整个给了团队带来 帮助更多一些 其实这场比赛还有 我觉得如果真的还能够改变 战局竞争MVP的 其实DWMP是有机会竞争的 因为那波大龙的Rush 对吧 22分钟 是把中期的一个节奏的 一个风向给改变掉了 确实 对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对方普拉斯 中上两个选手 都是可以去竞争一下 那对DMO而言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气馁 因为他们这场比赛 其实是在前期 包括这个阵容的选择 BP上我觉得是 给到方普拉斯一些压力的 而且只是说 可能在前期一些节奏的 进攻上受到了一些磋伤 那接下来如果能够打得好的话 还是有机会 给到方普拉斯更多一些麻烦 而这场比赛 回到BP上来 说到确实进入到了 女警的这个体系 再次复苏以后 现在其实面临的问题 其实在蓝色方如果扮掉了艾希 红色方看起来 不得不扮掉女警 是 因为没什么处理的手段 而方普拉斯这手 其实回看来看 就是一个名牌 他在前三手 直接把艾希摁掉 导致DMO在不得不 在最后一手 其实我觉得这一手 狗熊可能更为理想 但是因为女警体系的冒头 所以说导致最后一手 他这个女警就必须摁掉 因为没有办法处理 女警的体系 是因为现在 大家会默认觉得 寒冰打女警 是个不错的方式 而且一旦其实 因为我们现在看Rank也是 你想女警打拉克斯 女警打莫甘娜 你如果没有寒冰 这些手长艺术 能够跟他做一个对抗的话 你可能在对线就会崩掉 对吧 那可能也是在训练赛上 也是有些情报在的 所以DMO或许不得不 去处理那个女警 反而把这个狗熊给放了 对 而且我看过 林伟强的这个Rank记录里面 确实在近两天的 一个Rank记录里面 女警的比例是有的 应该最近大部分队伍 都在练 因为Rank实在是 尤其是你今天跟我说过 那个胜率实在是太夸张了 对 因为在OPG上 获取的情况是 现在已经高达了 35的选取率的情况 还有52的胜率 是的 看一下这场的数据 在15分钟这段时间 确实因为FUNPLUS 在前两条小龙团上 都拿到了一个 小小的优势以后 选择来在第二条龙 刷新的时候 跟这个DMO来一波团战 恩接一波 来一波就出事了 是 在那个时间节点 是经济被DMO打了个领先 是 而后续的话 其实这场来说的 小天的状态确实 没有达到那么顶峰 确实还是有一些瑕疵的 就那波有失误吧 就那波龙 对 已经打完了 再选择踢进去 确实觉得 可能从结果论来讲的话 没有那么效果好 是 而且确实 可能换一种方式来说的话 推了在上半区 这个取英哲约开起来 然后处理对方 这个来抓他的时候的 这个应急处理 做得非常好 导致小天在上路 那一波是被推了 但其实后续可以看到 供子哥配合上 DMO两个 算是方普拉斯的 基石的人 在几波团战里 是帮方普拉斯 打回了这波节奏 是 而且在一些追击里面 可以看到供子哥这边 也是非常果断 其实技能不是 不省技能 该斩就散了 这波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可能觉得 在龙打完之后 还选择踢进去 好像不是很励志 而后续的这波团战里 可以看到 方普拉斯 其实在打团的能力上 还是从某种角度上 最起码在这一盘 是优于DMO的 包括杜云币这波拉扯 把徐斌拉走以后 把对方阵容拉开 反身再来打 这波团战的这种决策 但是不得不说 推拉这波 打得也非常漂亮 对 就逼走了 林伟祥 而且是把他烫死了 但是在后续的交战里面 供子哥里面是很果断 闪现一口 把神力咬死之后 来跟两个肉 做一个肉搏 但在肉搏的情况下 这个战斗力就 有些差距 三个小虎在打下 是 我说 胖虎 胖虎 我在想小虎 我是小虎 好像有点 我发现你是不是 我的我的 你应该是小虎铁粉 上次出那个榜单也是你 是是 看一下这波后续的话 小天进场拍地板 而后续 其实这场 其实这场小鹏的发挥 和推拉的发挥 都还不错 是 非常不错 尤其是 就是小鹏的几次开团 都非常的果断 这一波其实也是蛮惊现的 因为毕竟是拼成拼赢了 是 如果是让第二波拿到的话 可能有的风波的加持 会变得不一样 但是在后续 对 但是在后续的团战里面 你可以看到 但卡利斯大也是一个无压力 但是林伟祥拉开之后 他能够给团战 后续提供更多一个 奶量的一个加持 是 但是这几波团 这贡子哥声音实在太大了 这个狗熊 是 所以徐斌这波 滑开心了就得 直接滑到了狗熊的脸上 导致这波也是倒下 最后的一波团 这波就是刘青松 反手给的特别好 你看 直接大招大起三个人 而且后续贡子哥进场 拍了四个 再加上侧一对暗影聊员 把所有的LAE都是打出来了 而小天后续进场 再把神力给踢回来 就非常的要命 单纯这场来看 确实方波拉斯 打团的能力上 是给DMO非常大的压力的 就打团非常清晰 自己的人员该往 怎么去做一个调度 这个赛纳80层以上的魂 在加这个火炮的 这一枪点的是真远 真疼 而且疼啊 那卡利斯大应该是 三分之一左右的一个选项 或者四分之一 然后直接就被点掉了 那本场比赛的 一个人气对抗的话 也是方波拉斯这边 稍微占了一些优势 挑战一些优势 而人气势力榜方面的话 林伟强 刘青松 金贡是分别善保 是的 也是非常感谢 各位粉丝的一个支持 那确实 我觉得对贡子哥 这个支持的话 可能可以让他冲一下榜首了 毕竟来了之后 感觉给了方波拉斯 一个提升还蛮大的 而且这场比赛的 一个胜利的话 也都是相信 会让方波拉斯 这个剧路战队选手 以及粉丝都会越来越有底气 越来越有自信 是 对于方波拉斯来说 现在还是在抢分的 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 看出来没表情我看的 确实 但是对于这个方波拉斯来讲 这段时间内 进可量的2比0 减少自己的失误以后 让自己小分多一点 才是最为关键的 主要是他现在 领先一个大胜场的情况下 我们先看一下 本场的一个NVP吧 给到了上单老父亲 也是拿到了 本赛季自己第三个NVP 88%的一个参战率 尤其是那几包团战的 一个改写 是让方波拉斯 在最后拿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这个男人 改变了方波拉斯 改变了团战 是 确实 扎实 好吧 他上来就感觉让人很踏实 主要是 金贡的兑现能力 是那种 就是你不怎么帮他 他也能自己玩的 很好的那种选手 对 是 那所以 这个 帮了我不扎 帮了我BC 是 这个可以之后 慢慢再看嘛 那其实刚刚想提了一个点 就是说 现在对方 是一个小场的 DOP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 现在他其实只是 领先上去一个大胜场 但是在小分上是落后的 是 所以对他们要尽可能多的去追求一个2比0 尤其是下一场对手 比较猛 对吧 打的是一个苏宁 所以要尽可能的 今天这场比赛 干净利落的拿下来吧 那对他们而言 已经是 迈出了 第一步 对 一小步 对一小步 所以对于接下来的一个比赛的话 还是要 更加认真的去做一个对抗 而且这场比赛 我们也看得出来 其实在前期 DOM是给到了 方法是一些小小的麻烦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 可能 还是要警惕一下 就是 DOM在前期给了一些压力 包括说我们说到的 可能下一场DOM会来到蓝色房 但来到蓝色房 可能会掏出一个让 就是整个对抗 变得不一样的莉莉亚 对 对不对 这个可能也是要来到 红色房 方法区 要去考虑 甚至说你要想一下 怎么去应对的一个难题 是 而且我光看过 这个徐斌的rank记录里面 也有在练女警的体系的时候 来到蓝色房的这个DMO 是 在女警的体系上 会不会给到方法 在红色房 边Pick的压力 比如学他 我把这个爱希办掉以后 让你逼着你办女警 甚至说我给你一个烟雾弹 对吧 我骗你一个半位 那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信息 现在的话是DMO选择了蓝色房 没有一个换人 我们可以稍息休息 等待下场比赛的开始